肖战终于回来了 在之前关于肖战的宣传还没有这么大张旗鼓 基本都是带剧名一起宣传 如今肖战可以凭借自己一个人大名上热搜了 说明那段227的过往已经彻底结束了 227的过往对肖战有触眉头的时候 但是也算是一个未今后出现不会那么错不及守 但是也不会再有比这个事件还影响到肖战的吧 毕竟这个事件对肖战来说打击是真的很大 要知道当时的肖战那是顶流从18线的小艺人 捧红成一线明星就因为这样 在外人看来他是一夜暴红 所以227事件把肖战从云端跌入谷底 在外人看来怎么可能再爬起来 谁知道肖战就是不认命 变生生站起来了 也给当初那些拿他大作文章的人 当头一棒 在肖战爬起来里 他用话剧转型代言影视作品商务代言 告诉大家他没有事 如今再回头看肖战 他确实是没事啊 他后续的资源更是蒸蒸日上 不仅代言没掉 还官宣多个代言 如今还跟知名的大导演王家卫合作 你说肖战是不是真的没事了 王家卫镜头下的肖战 还是很不错的借用光影的交错 短短的三分钟讲出故事 谁能想到这是广告呢 果然是高手与高手之间的合作 才能碰撞出如此绝妙的化学反应 这样有生活烟火气的战战终于又看到了 脸上的纯真更是让人没法抵抗 眼睛亮亮的像小鹿一样 王家卫真的好会拍啊 好喜欢他镜头下的战战 多拍拍让我们多快乐点 肖战太适合大荧幕了 这段片太带胆了 大概看到肖战和王家卫合作 有人开始酸了吧 开始说肖战不扛镜头 说肖战的花旗短确定吗 肖战自从爆火之后 2019到2022年他还是顶流啊 而且这几年过去再也没有爆过顶流啊 是那种大顶流哦 说肖战不扛镜头 王家卫也拯救不了 只能说鸡蛋里挑骨头 确实看到肖战合作王家卫 许多人都酸了 毕竟当初都以为肖战站不起来吧 谁知道站起来的高度 比之前还强 代言都这么有排面 广告都是邀请王家卫级别来监制 你说蛋糕就这么大 肖战抢走这么大一块 谁不酸呢 晚安